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吧 还是去接地气 因为你这年头你不接 你赚不着钱呢 好像接地气才能赚着钱 太冗了 太冗被称为 你接着哪里 你接着人家东南亚 那根本不连我们的地 那根本是帮人家做旅游广告 所以说云南现在泰国旅行团全爆满了 99%都是拍外地面的景 你要讲地气这不相干 他这个解读也是一种解读 因为有人说了 说过去啊 就是说他也没有拍什么泰国的美景 什么多么发达的地方 拍的也是泰国的比较这个简陋 穷困黑暗的地方 然后说呢 过去呢 这种场景一般都选在中国 现在中国发达了 中国要拍这个喜剧片 就把这种场景选到泰国 太炯 但是你知道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啊 我们微博上啊 很多观众一直在呼吁我们在谈 那天跟王猛和侯德剑只是谈了个开头 侯德剑说说得很客气 说我跟我太太一起去看 看到一半我太太走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还有一位朋友 一个杂志的主编 也是说这么大的票房 我去看一看 好 在电影院里看 他说我是实在就是忍不下去了 就说是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 说这个纯粹是傻叉国家的傻叉奇迹 结果呢 哎呦 给宝血喷头万爆其轰等等 哎 但是甚至你就你看冯小刚 不得表态吗 说我也去看了 他怎么说 我说看了乐了 他也乐了 恭喜这个徐峥 怎么着 就是赢了票房 我也是打那来的 以后的路还长 再接再 哎你看 冯导的话 我一句记得真 是吧 我真的会聊天的 徐峥应该谢谢冯小刚 不是 徐峥是很感谢冯小刚 他们俩是同时上映的 对 跟1942一起 之所以太久 我看了很多评论 没错 之所以他大热 就是因为1942 没错 因为进去宰两个选择 看过那个都悲惨七七 只能看那个 你的生活已经太苦闷了 你怎么会再苦下去 你就只好娱乐 娱乐我们就是 电影跟档期太有关系 要不是1942 要上打个比方 上的是新版的007 你看太久能有这票房吧 就这个1942就陪衬人 我没看的时候 我没看的时候 我全部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看了之后呢 我同意一半 所以呢 我想让又婷 我没看都能讲 这一半 不容易了 这个又婷啊 又不是 因为又婷是个什么人呢 正好跟我没什么关系 她是个台湾妹妹 真没关系吗 她关系都在 都在幕后呢 是吧 她是台湾妹妹 她要特别说一句 对对对 我们挺有关系的 昨天半夜我都 那是吧 那我怎样 没怎样 就是说 咱还谈电影嘛 又婷就是 她那个 你看我一说紧张了 忘词 因为你是那个 台湾妹妹 你知道吗 你跟大陆观众啊 她不接地气 是吧 她不接地气 我可以随便讲 所以不是 一个随便讲 再一个 你也有一种 我们所说的客观 反而 因为我们都是大陆人了 对吧 都是大陆这个 这个池格里的鱼了 所以 我看这部片 的确 我就是很多感觉 第一个哦 我必须说 我可能没有 她不是说 不要什么 要笑死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是应该 欢了一个晚上 可是说实我还蛮淡定的 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冷眼着看着 就 没有笑死 没有 就是不是那种 就是 上气不接下 些小 没 我真的就是 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看着 很认真这样 嗯 这样 然后到最后就 忍不防笑了一两声 那个笑是什么 就是 之类 就是搞笑 搞成就是 哎呀好辛苦啊 这样拍片 就是 游走这种客观外 不是因为这个 内容跟着她笑 而是突然抽离 想说 哎这几个也不容易 三个人就硬搞 搞笑这样子搞 所以然后就笑了出来 就这样 然后另外呢 她的这个内容呢 好险我现在做一些 天下背网了 我还知道一些 网路上的词啊 不然 怎么反映的出来 这些一句又接一句 全都不是 人类平常讲的话 你懂得 就全部都是 很多网络的语言 对我来说 感觉是这样 别人去的奇葩啊 奇葩啦 就是这些很多 都是从网路上 就是已经是 很年轻人 很年轻人讲那种话 你不 在这个世界里 你很难 你觉得就是 外星语言来的 怎么会 平常人怎么会 一句又接一句的 这样接下去 但这个网络语言 就是 都是大陆流行的 是是是 所以我刚才香港的 一个一个同事 就是说 他只能听懂七成 对 对你听不懂 他虽然讲是普通话 你听不懂还讲什么 就是 那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我跟你说 这个 我周围的 大部分的这个人啊 都是 我听到的 都是类似的 就说是 这个怎么了 为什么 就是 就看了之后 就是觉得 哎呀 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按照 我以往的习惯 我要是听到这些 基本上 我是同意 我的那些朋友们的 我肯定 人民群众多愚昧啊 那当然了 对吧 可是 还真的 我看了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觉得 王猛上次有句话 说的非常好 他说呀 现在是个传播的时代 这个 这个一个东西的火不火呀 在于传播 传播的就一定会带来一种空心化 就是说 你这个 你你你你 就是说你甭管是个什么东西 你只要给 扬出名来了 扬出名来了 变成一种传播效应的 这个时候啊 哎那自然他就火了 他可以什么都没有的 那但是呢 所以他就说这是个传播 你这在夸的 还是在批评他 哎你还 所以我还没说完吗 干嘛点破 可是呢 我是说 要是因为这个传播 而进的电影院 呃 你容易看电影的时候 有杂念 是 所以啊 我现在老说一个人呢 现代人看电影的状态问题 就是 哎 你能不能进这个电影院 你忘记他的票房 这个十亿的票房 没有关系的 对吧 当然不是以票房来定好坏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可以说 有钱人就是好人 对吗 你当然你不能说 卖十亿票房 你就好电影 确实不能 但是你看电影的时候啊 假如忘掉这件事情 不管他多少票房 就像你第一次看这个电影 对吧 那么 他是一个 小制作 小成本 呃 几个年轻人 拍的这么一个喜剧 为追求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小电影 对吧 那么 他是不是一个好看的小电影呢 我个人感觉 yes 是 是 我也同意 对 我觉得好看的 我也同意 我觉得十亿人 不是 或者十亿块钱啊 不是傻子的 就是说 有他好看的理由 你说的我完全明白 我也是 你说真是多笑 多么爆笑 从头到尾 笑到尾 没有 至于说 他的这个笑料 说实在的 我有一个疑惑啊 就有的时候就是说 比如说我跟一帮八零后的年轻人啊 他们在一起聊天 他们用他们的段子 他们的语言 经常说一些话 他们哈哈大笑 但是我呢 就是 还还陪着笑一笑 这是一个感觉 就是说 你明白吗 过去你像冯小刚的这个喜剧啊 台词和对白的功夫 比方像 阿诚 或者说 王硕 或者像这个 冯小刚 他们这种对白啊 我觉得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四十多岁的人啊 你这个幽默到一定程度啊 我共鸣 我会真 真的会笑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年轻人 比如年轻大学生 他们也有他们之间逗乐的语言 你知道吗 这个语言 对于你来说 你的笑点可能就很高 就说这事我怎么能乐呢 你比方说 他们几个年轻人 你很年 就是你很明显能看出来 搞过这个小剧场话剧 里面很多种这个先锋实验戏剧的一些个因素 比方说 你要照那个 可能你看着就幼稚了 比如说几个人在说 哎 我说你是老周 我说他不是老周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老周 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他是什么老周 就这种口活啊 这这这这种东西吧 有时候在小剧场里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 照他们的 那个词叫什么 屌丝们 屌丝们也可以乐 屌丝们也可以乐 屌丝逆袭 成功 所以这个 这个话题 很有意思 你知道有 最近还有一个叫小苏的 也是被万炮其轰的 一个华中师大 这个徐老师同行 文学院的这个教授啊 炮轰这个太炯嘛 说这个国民的欣赏水平偏低 是吧 太炯是一部典型的三俗电影 低俗 庸俗 媚俗 是吧 就是说代表了中国当下电影的两种不良倾向 剑下和炫富 剑下就是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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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 王宝强演的那个 就拿他们开涮 作茧老百姓 对吧 哎 那个这个炫富呢 是宣扬什么拜金主义 什么有钱可以买来与范冰冰睡觉等等 但是老师说 我不同意 他这个 老师也太严肃了 第一这个 我不觉得他有 刚刚说什么剑下 没有啊 因为最里面最真诚的是王宝强的角色 对 你不觉得吗 就是两个有钱的人 到最后这个兄弟戏强搬脸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有了钱 你就可以不顾任何爱情亲情 友情 但是最真诚到最后 你你把他赶走十遍 他都回来救你的 是那个剑下 就是是一般人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 他是告诉你最真诚的东西是这个 是的 你我们看透的话应该是这样 虽然他从头到尾都让你觉得他俗到不行 傻得不得了 对 可是他其实就最后是整一个里面最最最最重要 而且救大家的人 对 其实就照我的现在非常讨厌的这个另一个流行词来说 其实这个电影的取向还是正能量的 是哦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即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友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娶 采无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软江 五井共酒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徐老师讲讲 可不可以说两句 当然可以 没有人 我相信啊 没有人否定 这个电影 是一部不错的 搞笑电影 但问题是 他现在的票房 是第一位 超过了同期的一些 你们觉得 他有没有少年派 1942 这些电影 比他们更好吗 不能这么比 片种不同吧 对 那么所以呢 人家关心的是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的确 在电影啊 票房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说实在话 有一个标准 就是票房 Box Office 你只要票房 想这个片 美国呢 前两年也有个电影 讲几个男的 结婚以前 到拉斯维加 去你晚上喝醉 也是个非常小的成本 大卖 后来还拍了第二集 也到泰国去 也是在泰国 那个电影 你从头到尾讲意思嘛 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几个人 看了很好笑 我也去看了 我第一集 第二集都看了 你要再说 去年最走红 那个马步舞啊 也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他全世界都那么红 法国英国 最高文化的地方 大家都喜欢他 你说他代表 贝多芬 代表波扎特 他更有什么 不相干 但是大家就是喜欢 这么一个娱乐的东西 包括像去年的互联 所以我相信大家比较困惑的是 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世界 这个媒体世界啊 有一些似乎不是那么最好的东西 但是他最受欢迎 这个呢 就使得人很多 因为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信念 很多人都有一套 有一套信念 就是因为 我最 东西做得最好 我最多人看 比方说阿凡达 Titanic 有很多人相信这个道理 觉得他是做到这么好 所以全世界们看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 太炯是这个情况 那个宿醉也是这样的情况 是 问题是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是觉得像这个太炯这个片子 其实照着咱们大陆当年艺术家 这个谱系来说的话 他有一个什么呢 让我觉得以后啊 咱们可能真的就能够慢慢的进入一个商业电影的社会类型 就是放下架子了 你说比少年派和比1942有什么不同 少年派1942还是高屋建林啊 那为什么我们喜欢呢 那这个高度对吧 但是他这个像的 你想好莱坞每天产出大量的片子 香港每天放的过去大部分片子 包括周星驰的电影是被大陆的大学生误读了 周星驰自己都没想到往那什么后现代主义 他知道吗 周星驰他知道 他知道 我就是说 他一个人可以很简单 比如说在香港 没有人把电影导演当艺术家 你什么你打工仔 怎么艺术家 社会地位没有那么高的 一个香港导演 满门心思想着 对吧 情节怎么紧凑 戏剧性怎么爆发力 打起来怎么 这种东西 还是有不同追求吧 比如王金跟玄华拍片 他的想法还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这个市场 在中国市场 你开始要接受你的电影拍出来 不是一定要有历史意义 不是说一定要教化人心 不是一定要说教化社会 大家什么变好人 往上走 No 就是他就是娱乐 他就是笑一笑 出来爽 开心 走 没事 就这样 你说对人生有什么积极的目标作用 没有 但是一定要容许 可以纯娱乐这件事情 而且呢 就是说你看啊 这个本来是国际 就是好莱坞的带来的世界电影一大俗 但是过去这种俗在中国很少见 就是说很简单 比如说很简单 这个电影不需要表达多深刻 对 但是最后王宝强和这个徐征在一起 兄弟情深 关键时刻抛弃了利益 对吧 为了原兄弟的一个梦 哎呀 就有一个表现 我都看着人呐有一种基本的感情 我都会流点小眼泪呢 哎呀 真是 你差不多每部片都流泪了 对 对啊 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种啊 叫人间时有真情在 对啊 你看有时候你看 初水片的价值观一定是正面的 对啊 它的娱乐是外表 而这部片呢 类型片 它我看了一些材料 它也有很多经验 它比方 它对类型片做了一些研究 嗯 而且它的制作费 跟它的宣传费是一样多 嗯 所以宣传 或者画质 应该倒过来讲 宣传费跟制作费一样多 他们自己说 因为我们的制作费低 所以我们可以拿出很多钱来做宣传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它成功的地方 你老实讲 我们过去说 对幽默 那就是咱读过几本书的人 都是有一定鉴赏力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 它火候不够 我也知道 它不是幽默 它是搞笑 搞笑 但你说它的这个台词 对白 多么样的牛 我倒不那么看 甚至你说它表演多么样的好 我都认为有些包袱没使出来 就是说这个这个 比如说如果郭德纲和于谦 大概就就 这包袱就炸了 但是因为这俩演员呢 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弱 本来这台词这个 我应该笑的 我知道 但是没笑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不重要 我就觉得 他认认真真的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起伏跌宕 符合一般人的这个兴趣 人性 就是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烦恼 能开心一下就开心一下 对就这么简单 光是这样 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功能无量 就让你笑一下 你有什么时候可以真的放松 而不是到电影院 就娱乐吗 还是娱乐产业 但是带出来的理论问题 其实是很大的 我跟你讲 我们最近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三十年代 有个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有三种观点 我非常简单的说 第一种就是瞿秋白的观点 他认为大众代表的是 正确的政治 用功能 因此大众喜欢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后来毛泽尔就说 要人民群众喜闻乐界 第二个观点是矛盾的说法 他说大众总是比较弱的 但是呢 就是艺术是比较高的 但是那是因为社会政治的原因 等到有一天 他们经济发展了 大众的地位改善了 大众的趣味就会变高了 第三种看法是梁石秋的 他说永远 永远最精英的东西 只有少数人 他说的 他说他指的大众 不是讲有钱没钱 他说一个人很有钱 照样可以在艺术上 是非常大众的 我在香港看到太多了 上市集团主席的趣味 跟一个打工仔是一模一样 没错就对了 对不对 所以我最三个观点 到现在还是理论界有很大的讨论 所以现在的现象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考 当然他们不想那么多 对 但是别的人会关心这些问题 所以我要跟我的那些朋友 就很有层次的朋友 这个畅畅反调 就是我觉得 喜欢这部电影的这个观众啊 不是傻叉 就是人情人性之常 现在这个社会 谁也没有什么权利 但是就是说 当然对 当然就是你说的这个 就是说 哎 至不至于有十亿的票房 我总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 就电影本身来说 那些说人家一千不值的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不对的 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吗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借万庸案提请市法 香港居港权争议再起 这个律政司法 这个畅首三言交给了法院 最重要就是 尊重香港 制止司法的这个基督 司法独立不是司法孤立 香港建制国际法律服务中心 在中国 基内也可以有一个成功的普通法 也可以有一个 其他国家 对我们香港法治有深信的地方 香港律政司司长 袁国强 同兴梅凯罗 文达神州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两千七百年 酿酒传承 八百年 人民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珍藏石教 靠自教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 国际独家区 世界的欢乐集 当然我也明白了一个事 就是说 我们跟很多观众的生活方式啊 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我去电影院 看电影 我早就说过 是很讲究的 一个电影值不值得去电影院 我时间非常紧的 我不可能去电影院 你知道吗 我会觉得太久这些电影 解决不了一个我一个问题 我去凭什么我要去电影院去看你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就是不接地气之论 因为为什么 就是很多这个这个人民大众吧 对吧 他们周末去干什么 你知道出去吃顿饭也很贵啊 收入一般的人家 出去干什么 他看电影 享受大家一块笑 对吧 一个一起叫的众人台 对他来讲是个party 是他周末带着女朋友去哪啊 你们你们女的到哪 逛商店 男的敢去吗 对吧 逛商店不敢去 吃饭又花钱 就把女朋友锁在电影院两个小时 对啊 看电影 是他的一个 他工作生活很疲劳 他周末干什么 咱们说实在的 不算太穷的人 你周末的生活选择有很多 对吗 你当然得要有充分的理由 阿凡达我才去趟电影院 你太炯之当的 我去电影院看嘛 但是对于很多忙着工作的人 难得的一个周末 他干什么 而且有的还买不起房子 男女交朋友的时候 也没有单独的地方可以去 对 这个美国这个电影 这个娱乐工业啊 他做很细的研究的 所有的类型片 他连什么年龄的观众去看 他都专门做研究的 像什么蝙蝠侠了 蜘蛛侠了 都13到16岁 对 他们都看好 13到16岁这些可以离开家 但是没有别的地方好去 情人旅馆都去不了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看 你看那个之前那个 吸血鬼那个目光之城 他也是从头到尾 就是低沉 好莱坞那边动辄几亿美 一个亮仔一个亮女 就一个亮仔一个亮 两个就一基本爱情故事 王子女生 然后不可能相爱的两个人 然后就相爱 好看啊 拍了四五集 给谁看呢 就是美国最主要看电影的高中生 全部都只有 我也爱看啊 而且他上画的时间要算准的 不能在考试此间 因为考试刚完 我也爱看啊 正式放假之前 他那个上画的时间都要精心计算 重点是说 他这样大卖 美国也会想说 哇 就是只是这样一个 这么简单跟 boring的电影 但他卖 但不会有人出来说 这残害这个 不是 我跟你说 美国社会 低俗了 同样是这个目光之城 我认为换个导演 就 我就可能就不好看 这里边有技术 有技术 好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